你不是个骗子的 是 好吧 对 就是只有骗子的长相 才是轻易地降低别人的防范性 他可能是求知史上最惨的学霸 明明是高考数学满分的清华才子 却被张绍刚过度解读 变得一文不值 为其愤愤不平的好心诗歌 也被张绍刚强行叫停弃脉 到最后 面对老板开出的一千五月薪 他嫌少 想以学业为由为万拒绝 却仍被张绍刚内涵成心底天高 连这么好的工作都瞧不上 而且你觉得少 你为什么不说呢 谈钱不伤感情啊 你是怕伤到我吗 你可以抬啊 绍刚不给我机会 我不给你机会 对 绍刚没有给我机会 接着谈钱 而这一切都要从头说起 求职者 任紫薇 男 22岁 来自宠静 就读于清华大学 经济与金融专业大四年级 目前已经推延 研究生方向是市场与营销 今天来是想找和市场营销 相关的实习或兼职 清华大学 对 经济与金融专业 对 那高考的时候分数考很好 还行 当时宠静市的榜业 第二名 有没有哪一科考的特别好 数学 数学考多少 满分 好家伙 数十是被你装到了 主持人将上钢瓶后 便挖下了第一个坑 说咱们小任 既然数学这么牛批 为何没考上清华数学系啊 因为我在大学里面 不想再学物理化学生物 人家有能力考 但人家就是不想学 诶 就是玩 见小任行事高调 风头过手 咱们张主持的心里就不痛快了 但是据说啊 你曾经做过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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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实习工作 相对来说是有点 多少多少多少份 五份 活的嘛 这很多喊的不知道 还有位小任之前干过一二十份工作呢 一个字 绝 小任随后坦言道 他在课余时间做过五份实习工作 第一份是在中国银行做客户经理 第二份是在贝恩资讯做兼职研究助理 第三份是在万科地产做市场助理 第四个是在世界自然基金会当志愿者 最近一份是在艾森哲咨询公司做兼职研究助理 主持人张绍刚听后不由内涵 说咱们小任找的这些工作 看着怪好都是大企业 但怎么每天一个能待得住的 所以你是一个工作稳定性超级不好的人 不能这么说 我相信我是一个靠谱的人 赵刚 他是实习工作 而且是在学习过程当中 希望积累经验 我知道你是清华大学的 所以这是没有必要 跟这没有关系 请清华大学的校友先闭嘴 实习是很正常的 请清华大学的校友先闭嘴 先不说话 哎呀 急着嘲讽人家 却忘了 人家本来干的就是实习工 还被老板当众点破丢面子 这个真是干了个大嘎 略有些吃饼的张绍刚 便赶紧转换话题 问咱们小任有什么有点长处 小任回答道 他英语比较好 社交能力不错 能做到轻易和他人交心 降低他们的防范心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这么说话 OK 就说 我们跟人沟通的目的 不是要轻易的 降低别人的防范心 你不是个骗子的 是 好吧 对 就是只有骗子的长项 才是轻易的降低别人的防范心 666 你还真是个逻辑鬼才 人家小任明明是想表达自己有亲和力 一沟通 怎么到您口中就成骗子了 哎 你的娘子还真是个天才 你需要多长时间了解一个行业 这是你自己的认为 如果真正的要深入了解一个行业 我觉得至少要三个月 用三个月去了解一个公司 你就可以迅速跳槽 去了解其他行业 你对于我们来讲 有什么忠诚度吗 不是 你当时养动物呢 动不动就问忠诚度 更何况 人家小任只是个实习生 一份临时工作 还想让人给你干一辈子 简直又足 学霸小任随后也解释了 说他每份工作都干不长久 并非是对公司不够忠诚 而是他目前主要是以学业为主 找实习工作 只是为了攒经验 丰富履历 为日后毕业找工作提前做准备 未来他准备进入一个 比较国际化或者顶级的国有企业 去做一份市场营销的工作 为什么变成国有企业了 因为我觉得国有企业 相对来说环境轻松一些 还轻松一些 相对外资的企业 我不想一辈子都在外资银行 现在的话会不会暴露自己 是一个抗压能力很差的人呢 你其实是不愿意承受压力的是吗 活的嘛 这群老板不是工地台杠 真的是可惜了 无风的蛋他们都能抠出个窟窿来 小任兼话语被曲解 便联盟开口解释 他并非是抗压能力不行 而是希望工作能轻松点就轻松点 不想过得那么累 想过就是刚才你选这个 有可能让这位boss 对你的工作的动力 等等产生怀疑 那也没有办法 这是我自己的人生目标是这样 但是我是说了 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我人生规划是赚到足够的钱 多少 能够拍电影的钱 从小任的口中我们得知 他一直以来都有个导演梦 就是想拍出一部属于自己的作品 他从不奢求票房能有多高 他能有多出名 这些对他而言都无关紧要 他只是想言而识的一个梦 由于这个梦需要大量的资金去打造 因此他便定下规划 希望在45岁之前挣够一个亿 每个国企你能45岁之前挣到一个亿啊 45岁之前赚到一个亿啊 我觉得仅凭工资是不够的 因为按照我爸的说法是 就是你想赚到那么多钱 你自己必须得有自己的产业 乐风网的沈纵听后标识不解 说咱们小任竟然把当导演作为人生目标 那为何不趁着年轻处到黄金期去圆梦 反而是去做与导演毫不相关的金融行业 当我把我的兴趣做我的工作的时候 我不一定能够挣到那么多钱 说的俗意一点 就是来钱来的最快的毕竟还是金融行业 梦想很遥远 现实很残酷 只有先存活下来才有资本去圆梦 这后来吧 主持人张少刚便对流程让厂少老板做决定 是否要给小任提供实习岗位 最终留下来的两位老板分别是中盟世纪的宋总 跟合得国际的李总给出的岗位一样 都是该公司的市场部实习专员 唯一的区别薪水不同 中盟世纪的宋总只愿出一千五 而合得国际的李总愿意出五千 一旁的张少刚听到这儿 立马就闹不愿意了 直呼李总是在扰乱市场 宋美侠给一千五实习岗位 我已经觉得高了 你突然实习岗位给五千 你必须要告诉我们一个能站得住脚的理由 他前期在贝恩和艾森哲都受过训练 只要我给他大的框架结构 他就能做重庆市场 他如果把这东西给我做出来了 在我的指点下做出来 他这个活我外包出去是不止五千块的 也就是说他在我的指点下 他是实习状 不论张少刚如何贬低小任 李总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 拒不调心 无可奈何的张少刚 直得往下推流程 让小任做最后的二选一 然而令众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小任最终选择了放弃 两家都没去 听到这儿的张少刚不由内涵 说如果他是小任的话 一定会选择去送总的公司 因为人家宋总虽给出的月薪较低 但是人家跟演艺圈达边 可以或多或少的了解电影圈 如若只因为工资低 就放弃靠近梦想的机会 他实在是不理解 一旁的宋总听到这儿 也肃其畏惧 而且你觉得少 你为什么不说呢 少刚不给我机会 我不给你机会 对少刚没有给我机会 接着谈钱 这需要我给你吗 然后你随时问 我说下面还有 这就是90后的一个特点 对对对 少刚好 把所有的问题都 压到别人头上 我告诉你啊 这个屎盆子我不背啊 啊对对对 都怪小任自己不争气 跟你没半毛关系 最终小任一放弃求助一号离场 好啦废话不多说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啦